即使每天中卡票都追不上这个男人的财富增长速度 他叫特甲多年来走私1.795亿吨原油 让他富可敌国危害一方 这天一个男人无意中碰到特甲的手下正在转运私油 想用手机录下证据 很快几辆摩托车气势汹汹的冲了出来 装住他浇上一桶汽油 凶狠的巴脸划了一根火柴直接点燃 几个凶徒骑上摩托嚣张的扬长而去 躲在树林中的小美被吓得瑟瑟发抖 打电话包了警 经常小帅带队来到现场看她一番 立刻采取行动 把周边有前科的人全部翻了一个遍 人抓了不少收获却不大 幸亏在小美的描述下挂出了巴脸的画像 小帅来到无烟瘴气的酒吧 在一个小房间中找到了巴脸 按在床上就是一顿大便炮之后 直接拖走 特甲显然对这样的小事根本没放在心上 一边与情人调情 一边吩咐手下小胡子去搞定就好 当天晚上小美乘坐的出租车 为一辆大卡车撞下了山坡 卡车上来了几个大汉 见小美并无大碍 立刻就追了上来 幸亏小帅开车及时赶到 几个大汉才赶紧逃走 把小美带回了家 小美确实是被吓坏了 但是一想 她可是为了帮助警察才遇到的危险 于是就决定赖在小帅家寻求保护 睡在沙发上的小帅 又做了那个从小到大折磨她的噩梦 就是她父母遇害的场景 惊醒的她 看见小美因为恐惧哭得梨花待遇 不仅生出了恋爱之心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帅哥美女共处一室 慢慢的就产生了感情 既美丽又俏皮 确实可爱 但是倒起带来也很危险 一个是正义的佛布勒 一个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特强怎么可能放过他们 这个八脸是真凶残 竟然当街将发现她违法的人点燃 被抓到警局面对小帅的审问 依然是十分嚣张 小帅自然不会灌着她毛病 上去就是一阵大炮脚 想跑都不行 裤子都差点给她拽下来 吃了苦头 终于供出了魔后boss 特假 可万万没想到 第二天狱警就发现 八脸凉在了狱中 几乎是同一时间 电视报纸铺天盖地开始报道 八脸是小帅暴力执法殴打致死 并且还有很多人围住警局 进行抗议 上期破译压力 将小帅停止 案情线索全断 自己又被停止 小帅十分郁闷 幸好有小美的安慰 她才同时信心 她找到依然悠哉的特假 当面向她发出挑衅 并且嘲笑她 时间短只有三分钟 从特假的表情可以判断出 小帅已经成功地刺激到了 一直稳坐钓鱼台 隐于幕后的boss 特假撕裂原油的工厂 设在了一片贫民窟中 经营多年 这里像是她的私人堡垒 佛波勒拿这里也是 丝毫没有任何办法 只要敢进入 就会被打得爆头数算 小帅独自一人开车 冲进贫民窟 这里到处都是可燃物 一阵横冲直撞 引起连锁大火 这个炼油基地 彻底被摧毁 接着又混进了运输码头 按下遥控器 把即将发往各地的油罐车 炸上了天 一顿不按常规的操作 让特假损失巨大 彻底被激怒 可小帅却心情大好 没了制服与上级的制约 做起事来反而更爽 于小米来到餐厅 庆祝小圣 当他去洗手间时 一个墨镜男跟了进来 刚要从身后动手 就被警觉的小帅一把抓住 一膝盖 打掉他的UCI 接着一个头撞轨道一开 看不见 难受 这一脚踢飞住卷 对方竟然还用反抗能力 小帅瞬间施瓦心格附身 一把抓住 把他当成人肉推主机 是要砍平洗手间 眼看这个家伙 已经不中用 门外负责把缝的 赶紧冲进来 就是一顿扫射 就当对面没子弹时 小帅抓住时机 一个地面划铲穿荡而过 将对方拉翻在地 一炮脚踢飞出去 小帅不但打得过瘾解恨 还给特甲打去电话 进行一番羞辱 只有他被激怒 才会有更多的破绽 深夜在路上的小帅 看见路中间躺着一个人 赶紧下车查看 那个人翻过身 却对着小帅诡异一笑 小帅知道中了埋伏 赶紧拉着小美 跑进路边的仓库 把小美关在里面 一人单挑对方一群人 小帅的战力确实没得说 但奈何对方人多 一不留神被击中头部 接着就是一顿乱滚乡家 就在这时 因为小帅弃恶从善的 黑帮老大老虎及时赶到 将几个打手打跑 小帅伤得不轻 立刻将他送进了医院 而老虎却来到了 特甲心腹的地盘 重伤老虎的朋友 就要付出代价 小胡子也是不从 抛枪就射 却被老虎瞬间闪身躲过 一拳将小胡子打飞出去 3.1415926米 接着一对虎拳 开始横扫这些虾兵蟹将 这群打手惨嚎连连 横七竖八倒在地上 小胡子趁其不备 用铁管刺中老虎的肚子 虽然已经退出江湖 但依然是一个狠人 拔出钢管 回手扎中身后的打手 一把将小胡子抓过来踹倒 再狠狠一脚踹中太阴穴 一人控制全场 打完收工 将小胡子跟另外一个小弟 打包带走 直接扔到局长的办公桌上 他们立马招认了 是特甲下命令在狱中将巴脸灭口 并且愿意作为人证 特甲所有罪行已经暴露 准备跑路 小帅怎么可能放过他 冲进他隐藏的游场 放到了所有打手 如同天神下凡般出现在特甲面前 可就在这时 小帅看见特甲手腕上的纹身图案 与杀害父母凶手的一模一样 手中有枪的特甲 也对当年的事情供认不讳 可当他开枪时 却持打中了小帅的胳膊 见识不好赶紧开跑 其心仇旧恨于一身的小帅 愤怒地追了上去 此时他无可阻挡 即使是铁门也不好使 一脚踹开 就当特甲要来个回首套时 小帅飞升上前 将他扑倒 从高处重重落下 快速起身 飞起一脚 将他踢进油桶堆里 父母被害的情景 在小帅的脑海中飞速地闪现 他举起枪 果断地扣动了扳机 一声爆炸声响起 这个中宝自囊 围过一方的大油耗子 葬身火海 小帅小美 从此过上了